初九 官有餘 征籍 出門交有功 這官可以有兩億都能說得通 一個是官職 於是變化 官職有變化 因為初九是這一掛當中最低的位置 它不可能再往下了 它只能往上發展 所以這官職變化向上提升 大概率 另外一種說法 我比較認同的是觀念 為什麼認同這種說法呢 這官職的官和觀念的官 發音相同而同樣 最重要的官職的變化 有是不完全由自己決定 客觀原因有時會起作用 但是觀念的變化 全都靠自己了 周一更多的注重內音的變化 外音通過內音起作用 它就沒有這個哲學術語 但是它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你觀念要順時 要隨時變化 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 誒 語就是隨時的結果 就變化呀 真母的結果吉祥 出門交友工 你不能總握在家裡呀 你要出門交際 走向社會呀 你的觀念要隨時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你和他人交廣就比較順暢了 就會有功績 就會有效果 小向解釋說 官有於從政集業 這也是一種啟發 他說從政 初九的單位 叫政 所以你順隨正確的思想 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做法 吉祥 所以我理解這就是觀念的變化 順隨正確的思想觀念 不偏執 要善於學習 要善於改變自己 出門交友工呢 不失業 不失什麼呀 不失時機 不失正道 遇到機會 別失去 機會 不是天天都有的 不是事實都有的 有人從概率上來統計啊 人生啊 大的機遇啊 決定了一生走向了機遇 一生當中很可能就是三五次 把握住了 九天九地啊 沒把握 慘了 機會不常有 機會只留給做好準備的人 所以我們無法改變他人 改變社會 我們先做好自己吧 六二 細小子 失丈夫 六二 小子丈夫 選擇 這小子對六二來說 指的就是初九 丈夫指的就是九五 做什麼選擇 權衡利弊 你要望下舊 很容易 要望上發展 很難 所以不能只看眼前的容易與艱難 要考慮長久的持續的發展 怎樣才是當下英明的決策 他把難題提出來了 沒有解決 沒有戰斷詞 這個彈性空間就大了 你選擇錯 結局很慘 你選擇正確 前途一片光明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選 如果你是六二 你選順隨誰 順隨小子還是順隨丈夫 答案其實已經回答了 那一定是向上選擇 雖然難 但是前途光明 不能貪圖現在的安逸 要考慮結果 小鄉說呢 細小子 你看他引文 就引仨字 實際後面來伏監語 他也把這個失丈夫給你寒淡其中了 你要選 選擇了順隨小子 你就失去丈夫 表面是從消極的角度來說的 實際告訴你一個正確的答案 小人 丈夫之間的人生觀 觀念是不同的 兩者不可兼得 要二選一 二男選擇 所以你要選擇了小子 就失去丈夫 你要思考他 做一個正確的抉擇 六三 細丈夫 失小子 隨有求 得 力居真 這回就反過來說了 你要聯繫 拴上丈夫呢 你就失去小子 表述的角度不一樣了吧 表述角度不一樣 你就大概率說你現狀就是這樣 那六二 你別看六二 記憶中且證 但是你的選擇可能是錯誤的 六三 雖然不當位 但是你的選擇可能是正確 你順隨丈夫 失去小子 你這種遂遂的決策 會有好的結果 所以你真部的結果 居真 居就是和動相對而言 你先做好本職工作 對你的未來 就是有利的 所以小相的解釋是對的 說細丈夫 最後做出決策呢 志向捨棄下面 向上發展 向上順遂 追隨 九四 隨有貨 真凶 有福在道 以名 何舊 說的兩回事 先說前面 隨有貨 真凶 不好解釋了 順隨他人有收穫 但真部的結果 凶險 你怎麼解釋給他說完啊 看結果 知道原因 他要說真部的結果 凶險 你看小相 小相說 隨有貨 其一凶也 他也知道這個真凶 這個凶是結果 不應該理解為道德政務以防凶 防凶呢 就不是結果 是條件了 他說其一凶 顯然說 隨有貨 引發的事 結果是凶險的 那怎麼理解 嘿 現在反倒容易理解了 因為你一想那個老虎蒼養 就明白這個道理了吧 老虎蒼養都獲得了短時的利益 順隨他人有所收穫 別人都收收 收賄 收賄的 你也跟著一塊坐 會有一定的財富獲得 但是你想不想到 最後的結果會怎麼樣 哦 這順隨也是有標準的 也有正確錯誤的區分呢 不能盲從 順隨 順隨正確 順隨有標準 哦 嚴重了 那順隨以什麼為標準呢 有福載道 以名 三個 至少三個標準 一個是誠信 道德 一個是道 規律 一個是明 英明 正確為標準呢 那你要知道順隨的是有標準的 你能做到誠信 你能做到按規律辦事 你能做到英明正確 那還會犯什麼錯誤 順隨是方法 是過程 我們要的是最終的結果 不犯錯 所以小巷的解釋 有福載道 也對呀 明公也 就是說你知道那個未來的功績 是有條件的 不是所有人都會獲取成功的 順隨正確 英明之道 才可能成功 九五 浮於家 極 浮於家 什麼叫家 家美呀 於借此引出對象 對家美之人要講誠信 講誠信還講對象 對 你要站在治國精邦的高度來讀周易 誠信也有標準 對 福載家 誠信是有標準的 以什麼為標準 家美 以國家民族長遠發展 加美理想為標準 不迎合一時 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更不能迎合 接黨營私的 盈盈勾勾的 小人的追求 誠信一定以國家民族的發展為大義 所以理論是理論 實踐實踐 十年裡的對象是在變化 你誠信的標準也在變化 你說抗日戰爭時期 你要被小日本抓住了 你講誠信知道什麼說什麼 那是漢奸 那是叛徒 擱著幾個兒搶銀行 自己被抓住 打死不招住同伙 那不叫誠信 那叫江湖義氣 所以誠信一定要以国家民族长远发展大计为标准 这话我反复说了多少遍 大家自己去误 小巷说 福于家籍 为正中也 久无既中且正 这个度 这个规则 把握的准确 上六 居系之 乃从 为之 王用响于西山 这一谣一般都没解释太明白 所以这点要注意 这里讲的是一种被迫的随从 顺随有主动有被动 这是被人抓住了 捆绑起来了 不得以耳顺从 所以我说有文王的影子 文王被烧伤作王抓起来扔在大牢当中 他的策略马上就改变 不再坚持对抗 这就是一种智慧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先活下来 所以告诉手下 他喜欢什么就送他什么 赢得他的欢心 证明我们 我们顺随他 表面上顺随 后边还有为之 但是心中仍旧 维持 自己的追求 自己的信念 将来获得自由之后 出去一定先让自己强大起来 推翻他的暴政 取而代之 所以才有什么结果 王用响于西山 对周人来说 西山就是齐山 齐山就是他民族的发祥地 用这个起名字 那都是有报复的 什么叫响 祭天 谁有资格祭天 君王 向曰 居系之 上穷也 他就说到最后一摇 陷于穷困 他没有真正的理解 这个被迫的顺从 他的远大的意义 这句话主要讲 随时 主观顺随时节的时代的变化 而变化 观念的变化 正确的选择的变化 顺随 还有 顺随是有标准的 不能盲从 顺随 要以国家民族发展大计为标准 不能只看一时利益的获得 更重要 最后 一时为了生存的需求 被迫的顺从 是为了未来 长远的发展大计 好 这句话 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